婚礼宴席煮菜上桌 真的有够浮夸 前面是一阵阵干冰效果 烟雾中隐约看到的 居然是诸葛孔明 雨扇关金的小雕像 就站在造型船前头 另一个角度看 下面摆满了大龙虾 以南部喜岩规格 当然是一人一只 大家都不用抢 旁边是整颗大西瓜的果雕 以及画叫造型干冰 而这华丽造型的艳客菜 还不止一道 点火才上桌的鰻鱼饭 视觉效果真的很震撼 整桌有虾有鱼 平均一万二 当初就是孔明先生 为了要帮助刘备 取这个东吴的孙善香 然后他就研发做了 这个龙凤喜饼 然后送给整个百姓 设计了孔明先生 来向新人祝贺 业者发挥创意 运用各种道具 把澎湃的海鲜 变得更加豪华 有故事 高雄还有另外一间 异国料理连锁餐厅企业 跨足婚宴后 利用高雄 有山有海的特性 把婚宴场所 设在宽广的海边 草皮上 以及展览馆 跟老房子里 欧式一人一套餐的风格 搭配在地食材 做成西餐 也是近年来 很流行的形式 龙虾什么之类的 就是一人一只 海鲜 就是帝王蟹之类的 讲起南部喜宴 大家印象深刻的都是 澎湃大方的用料 龙虾鲍鱼 乌鱼籽一人一整只 冰淇淋一人一大桶 现在又加入了道具 以及山河海景的场地 让南部霸汽喜宴的豪华感 也有更上一层楼 三絮王 少女黄大卫股仙 台南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